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一段时间我因为人在旅途 所以发视频的时间和发视频的频率都有一些不规则 有一些朋友就跟我提意见 说能不能够把发视频时间和频率能够规则一点 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今后我一定会尽力的做到这一点 因为现在我已经回到了温哥华 回到我定居的地方 今后的生活安排都比较有规律了 我相信我一定有机会 有规律的上视频来跟大家探讨问题交流意见 今天想跟大家谈的一个话题 是习近平军改的下一步 是一个今天的大阴谋 好那我们先说习近平过去的军改 有一些朋友认为习近平已经完全掌握了军队 还有一些人中共的五毛 他们也顺势推波助澜 他们说这个因为习近平他因为掌握了军队 所以任何反对他的无论是群众运动也好 还是这个体制内的官员也好 他都会动用军力来进行镇压 如果是老百姓大规模的上街 那么他就会用机枪坦克来重演六四的屠杀的那个惨剧 如果是中共体制内的人想反对他 他就会动用军队来清除那些异己 这种说法是对中国现在的政局对习近平在军队中的影响力 号召力权威是太不了解了 到现在为止习近平还根本没有掌控军队的能力 他所能掌控的最多也就是这个北京的警卫局 除此之外两百多万军队那一百万武警 他并没有确定的权力他能够调得动 他过去所谓的军改只是把军队体制打乱 让这个军队没有能力来发动军事政变而已 那这个目的他是达到了 但是他不能够他没有能力指挥军队 军队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因为习近平他采取的这个过去所发动的这个选择性的反腐 把军队里面很大的一批高层的将领 把他们清洗掉了 而那些军队的将领是在军队里面扎根了几十年的 他们每个人后面都有深厚的人脉 他们现在还有很多的老部下 这个老同事对他们是相当怀念的 你比如说徐才厚 他本人当然是个贪官 中共所有的人都是贪官 但是他是在军队里面是有相当高的声望的 他是哈军工毕业的真正的这个军事专家 在军事技术方面在国防科研方面 他真正的是专家 他真正是内行 再比如说黄峰辉 他是研究这个战略问题的专家 那不是那个砖头的砖 他是那个专门的砖真正的专家 但是呢因为这两个人呢 他对习近平根本看不上眼 习近平有什么呢 他又凭什么能指挥军队呢 他既没有战功也没有政绩 他凭什么在军队里面来对那些老军人 这个移植弃使呢 所以他们看不上他 因为不服他 所以说习近平必须得把他们干掉 当然了也有这个派系的原因 那他们很多人呢 是过去在江泽民时代 由江泽民一手提拔起来的 对江泽民呢忠心耿耿的 所以说呢习近平必须得把他们干掉 既是给江泽民一个颜色看看 也是想创立靠杀人的方法 靠这个惩办的方法来杀鸡儆猴 让其他的人呢来服从他 但是这个办法完全不奏效 完全不奏效 所以说呢 现在军队里面呢 是一盘散沙 谁都调不动 包括习近平 当然了他们也没有能力反抗习近平 但是这样的 在现在的这个中共的这样 一个内外交困的危局之下 习近平呢 他绝对不想让这种状态持续下去 他想掌控整个军队 他想把军队变成习家军 有什么办法呢 他们现在正在酝酿 正在准备实施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军改 军改政策 他们想从征兵开始进行大换学 现在的军队征兵的条件是什么呢 主要是指义务兵 他们是18岁到22岁之间的这些青年 他们要有高中毕业或者是同等的学历 也就是说要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 当然他们还鼓励大学生参军 大学生参军的这个条件是相当的优厚的 那么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城市兵 很多的这个农村的东上层的农村干部的 他们的子弟 他们就想方设法的想进到这个军队里面来 所以参军现在是要行贿才能进去的 这样的同时也给军队这个创造了一种气氛 就是说这些军人里面 这个他们的文化程度是相对较高的 他们接受新知识的能力 新的理念的能力是相对的较强的 同时呢就是因为如此 对他们进行完全的洗脑 是相对困难的 所以现在军队里面呢 最难做工作的是那些政工干部 各级政委指导员 他们最难做的是让这个军队完全的洗脑 这是从过去十几年以前就开始的一个现象 现在是越来越困难了 那么中下层的这些官兵 那他们又多多少少的受到这个社会各种思潮的影响 难以被洗脑 那么习近平想用这样一支军队来镇压一己 来屠杀人民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要大规模的民变兴起 那么一定会导致兵变 那么兵变之后 那就是习近平政权的末日 习近平要改变这个 他要从征兵做起 从今年九月份以后 他们可能就要采取一个大工作 就是要大量的征召农村的那些长大以后的留守儿童 十八到二十几岁的那些留守儿童 他们召进军队 那么为什么要征召这样一批人呢 我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留守儿童的这个概念 留守儿童就是农村的在过去 在农村的这些劳动力 他们进城打工以后 他们的子女就留在了农村 那他们的子女在没有父母照顾的情况下 他们在没有父母指导的情况下 他们在一个非正常的一个家庭环境中长大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长大呢 第一个是他们自己没有接受到生活方面的 教育方面的良好的指导 很多人的发展是不健全的 同时呢 他们因为没有父母的保护 他们也是那些流氓啊 恶霸啊 强奸犯啊 那些人所欺凌的对象 那些小孩子 他们长期的在这种非正常的这种环境中成长 自然的他们的心理就比较脆弱 同时呢 也因为他们呢 很多人本来就是在社会底层 本来教育条件就不好 父母又不在身边 所以很多人的教育他们是荒废了 他们的教育程度很低 很多人高中没有毕业 那么很多人即使是一些人高中毕业了 但是他们的成绩也都很差 他们的这个上学呀 只不过是走一走过场而已 他们文化知识水平那就相对的较低 这些人因为他们的心理上脆弱 文化知识又较低 见过的市面又少 所以特别容易被洗脑 特别容易被操控 另外呢 因为他们是在社会底层 现在他们的父母都要从城市 要重新回到农村了 老无所依了 而这些人呢 年轻他们又看不到有任何的前途 在这个农村的社会底层 就是中国的底层的底层 现在根本看不到任何前途 那么一旦习近平给他们一个机会 让他们进军队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前程 那么这些人呢就很快的对这个政权 对习近平这个个人 那就会感恩戴德 就会顶礼膜拜 那么现在每年招兵的这个数量啊 是在80万到100万之间 也就是说只要有两年的时间 就可以把整个的军队已成 把它换掉 换成了由农村长大以后的留守儿童 来组成中国的军队的主体 如果是他们在对外挑起一些争端 比如说挑起台湾海峡紧张的局势 比如说美国现在不是和台湾搞军事合作了吗 那么台湾明年呢不是想搞这个叫做公投吗 为了阻止他们我们现在要扩招军队 要加强战备 那么只需要一年的时间 甚至更短半年的时间 就能够用长大以后的农村留守儿童 来取代现有的这些城市兵 这些受过比较好教育的兵 这些思想比较开放的 比较不容易被洗脑的这些兵 一旦这个实现了 那么中国的军队就真正的就变成了习家军 不仅仅是党卫军啊 是习家军是完全听命于这一个人的这个军队 那我们中国人的噩梦就开始了 我们中国人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 因为在现代军事条件下 一支军队如果是完全听命于一个统治者 而他们又掌握着现代化的武器 接受了现代化的军事训练 他们可能对外战争是不行 但是呢镇压国内的反抗那是绰绰有余 国内的任何民兵组织都没有办法和这样一支 完全听命于独裁者的军队所抗衡 大家记得在2011年 在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当中 在利比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利比亚的全国的老百姓都起来反对卡扎菲 在全国各地起义最后把这些地方全部攻占了 这个包围了首都里里坡里 但是卡扎菲就是由他的几个儿子 率领的三个女的 这个主要是由外国人这个雇佣军组成的这样的军队 在一周之内就把所有的民兵全部击退了 很少了全国把民兵呢 把这个反抗势力逼到了利比亚的 对东北部的一个角落里面 如果不是西方国家及时出手 那么他们就把这个反抗阵营呢 在一周之内就全部消灭了 所以大家想一想 现在呢 这个军队如果是听命于独製者 这个结果是多么的可怕 当然利比亚人民呢比较幸运 因为他那个国家实在是太小了 离西方国家实在是太近了 而那个利比亚他又没有核武器 所以说呢 其他的西方国家可以进行干预 帮利比亚人民消灭这个独裁者 但是当一个国家拥有了核武器之后 那西方国家就不敢冒这个风险 当一个国家能够拥有像中国这么多的核武器的时候 那么西方国家是绝对不会通过战争的方法 来消灭这个政权的 他们会与这个政权保持一定的距离 而我们人民又没有办法反对他们 那么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大朝鲜 朝鲜那么小一点国家 他就是因为那个统治者 他完全掌握了军队 所以他变得啊 这个政权虽然这么邪恶 虽然让这个国家饿死了几百万人 但是呢他都固若金汤 就是因为这个独裁者完全掌握了军队 我们中国过去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那个独裁者毛泽东他完全掌握了军队 所以即使饿死了三千万人 老百姓也不能够造反 有很多人说中国人饿死不造反 是因为我们有奴性 中国人没有奴性 在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啊 有很多人起来反抗 但是因为人民 在那种极权政治之下 他没有办法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了也没有办法 能够有与中共的这个军队 向抗衡的武装 而中共军队又完全听命于那个独裁者 所以人们只能饿死 那如果是习近平把军队进行大换血 然后呢 他们再跟朝鲜一样 实行了先军政治 给这一批军人呢 给他们很好的待遇 让他们对这个独裁者感恩戴德 让他们从利益上面跟独裁者完全站在一边 而这一批这个留守儿童啊 因为他们的这个心理上的脆弱 他们完全的就变成了强权的崇拜者 他们把习近平视为他们的父亲 视为他们的恩人 那个时候啊 我们所面临的 那就是一个完全冷酷无情的 杀人不眨眼的 一个暴力机器 那个时候中国人呢 就没有反抗的机会了 一个小小的朝鲜啊 已经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 已经让美国这样的大国都感觉着这么棘手 那么如果中国变成了大朝鲜 没有任何人能够救我们 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忙 帮助我们获得自由 我们只能够忍受 大家一定不要低估这个危害性 如果他实施成功了 那么这带来的巨大的灾难 是我们所不能够承受的 什么样的灾难呢 我告诉大家 在中共建政初期那三十年 所实行的所有的暴政 他们会重新实施一遍 他们会进行正反 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民主派的 这些活动人士 维权领袖要全部镇压掉 他们会再进行一次反右 他们会把这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全部关起来 对他们进行劳改 让他们悔过 他们会再进行一次 这个人民公社 他们会把现在农村 已经承包出去的土地 重新再集中起来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够控制庞大农村人口 在经济上面控制他们 让他们不敢乱说乱动 他们会再进行一次公私合营 最后实行公有化 他们会把这些民营企业家 这个阶层完全消灭掉 会掠夺他们的财富 如果有谁反抗的话 那就会消灭他们的肉体 最后他们还会进行一次文革 就是在体制内进行一次打肃反 把任何敢于可能跟习近平分享权力的人 把任何还在通过过去的 无论是贪腐也好 还是掠夺也好 掌握财富的那些红色大家族 那些打官显贵 要把他们消灭掉 通过人民群众运动的方式 通过文革式的方式把他们消灭掉 如果一旦实施到这一步 现在习近平比毛泽东那个时代 有更多的统治手法 他会运用现代的高科技 来统治 来控制人的思想 来给大家进行洗脑 来控制国家的各个方面 他会比毛泽东更加成功的成为一个独裁者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面临的 这样的一个非常艰险的一个未来 在一年之内我们必须得阻止他 如果他成功了 中国就彻底的完蛋了 中国人就彻底的 中国就会彻底的变成一个地狱 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未来了 那现在我们还有机会 现在他还没有掌握军队 我们现在的人民还有反抗的空间 体制内还有一大批的官员 对习近平不满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 所有的人 无论你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 无论你是不有的土豪 还是无利罪之地的穷人 大家一定要意识到 我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最大的敌人 就是那个要建立极权专制的 这个中国的金正恩 中国的金山胖 这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大家意识到这样一点 那么就互相配合 当我们的老百姓上街抗议的时候 那些体制内的干部 你们不要卖命 去阻止老百姓 要尽量的给他们创造条件 创造方便 甚至你们要暗中的鼓动 那些警察 那些军人 你们一定不要拼命于 这个独裁者去镇压人民 因为镇压人民之后 你们的噩梦 悲惨境遇 也很快的就会到来 那些红色大家族 你们不要受到习近平的蛊惑 那些团派的 平民派的官员 你们不要被暂时的 这个许落所迷惑 习近平一旦掌握大权 一定收拾你们 你们就是未来的刘少奇 你们就是未来的张承哲 没有任何悬念 只要有一个独裁者存在 只要独裁者成功 全国所有的人都是奴隶 全国所有的人 都是案板上的肉 随时他都想切你 他就可以切你 所以希望大家 一定要意识到 这件事情的紧迫性 希望这一次征兵的 这些军队的干部 大家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 要尽量的 要遭受那些有文化的 要把这些农村留守儿童 党大以后的这些年轻人 要把他们尽量的排除在军队之外 同时我们更重要的是 我们所有的各阶层的反抗人士 现在一定要加快我们的步伐 一定要尽早的实现破局 现在有很好的机会 现在民怨正在腾腾上涨 很快就会达到临界点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我们就能够成功 我们就能够通过民变 触发兵变 通过兵变来实现政变 我们就能够在街头革命当中 把整个体制吹垮 这样我们所有的阶层就有了希望 哪怕你是体制内的人 只要你能够悔过 只要你能够在这个大边局当中 能够做出贡献 那么人民会原谅你们 全世界会原谅你们 全世界会保护你们 全世界会为你们提供庇护 中国的未来 中国中华民族是否有未来 中国人是否有未来 就取决于我们今后一年的作为 今后的一年就是独裁者和中国人决战的一年 希望我们大家信心百倍的投入战斗 一定要赢 我们一定能赢 谢谢大家 今天讲到这里 再见